50万一只都不肯卖 世界上最稀有的狗卡西莫多犬 该犬种全世界范围保有量仅仅只有30头 但是这30只狗却遭受了非常悲惨的命运 世界上第一只卡西莫多犬诞生于2016年 此狗一诞生就受到全世界各地的网友关注 它的诞生是因为无良的狗贩子近亲搭配 最终产生的基因缺陷狗 卡西莫多犬天生就缺少一节颈椎 直接从三箱狗变成了两箱狗 由于天生的缺陷导致这种狗一旦摔倒的话 很难自己爬起来 但是卡西莫多犬的爆红引起了一些无良商贩的注意 它们在其中嗅到了巨大伤鸡 对它们来说一夜暴富就在眼前 因为该犬种数量稀少 最高的曾经被炒作到50万元一只狗 虽然卡西莫多犬从出生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 商贩不断的在繁育 这种狗估计很快就会数量变多流行开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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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